大家好 普京70周岁生日收到的是一块带毒的蛋糕 10月7日8日之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 严重损坏了普京2018年 亲自为其竣工典礼剪彩的克里米亚大桥 尽管清俄当局数小时后宣布大桥恢复通车 专家认为大桥真正修复尚需时日 而爆炸造成的政治的军事的后果难以估量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帕特马特对费加罗报表示 这座桥梁被认为是连接俄罗斯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寄带 它的爆炸对俄罗斯尤其对于普京个人构成一个真正的失败 同时也暴露了普京整个体系的脆弱性 最大的失败无疑在战略层面 因为爆炸使包括乌克兰赫尔松周边及整个南部战线的补给陷入瘫痪 或者至少是持久的减缓了对俄军的补给 俄方本来可以选择铁路或公路运输 现在必须依赖海上运输 这将或多或少受到乌军直接的或间接的火力威胁 在战术层面 俄军具体的军事行动将因为缺乏弹药而受到限制 从象征意义上讲 这一爆炸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普京的结局 它暴露了普京政权整个系统的脆弱性 以至于被视为俄罗斯早已同化的地区也很脆弱 这一爆炸事件同时凸显了俄乌战争的混合性质 既有涉及陆军空军和海军的经典作战方式 也有一如二战那样的借助于突击队的行动 专家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手臂 因为完成这些行动需要属于小型的特种部队 或特工部门的高度机动的小组 同时在后勤手段和同步配合方面 要有非常强的协调才能完成 这座桥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呢 一年前这座2018年军攻的大桥 被提到重要籍带的高度 对于莫斯科 这座连接俄罗斯本土的当时是欧洲最长的大桥的完工 使其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得到了确认 验证批准和确定 而且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俄国人把这座大桥当作后勤流动的主轴 从这里派遣人员 输送重型设备 武器系统等 所有这些都因这次爆炸而被搁置 莫斯科及清俄政权 释放出一些想让人放心的信息 保证将在两个月内完成全面维修 但目前在俄军面临乌克兰猛烈反攻 强大压力的南部战线上 任何延迟时间的行为 造成的军事上的损失 都是不可估量的 对于曾保证克里米亚将免于战争的普京 这次爆炸意味着什么呢 乌克兰正在从北到南 进行全面大反攻 快速的大量的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尸土 这一爆炸反映了俄罗斯体系的深度漏洞 克里姆林宫为了让俄罗斯人 对占领地区有安全感 做了大量商货性质的公关 宣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现在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 普京2014年下令吞并克里米亚 一时获得极高的民意支持 现在俄乌战争进行的这种地步 普京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 究竟有多深 还有待观察 至少乌克兰节节挺进 俄军节节败退以来 俄国人的疑虑越来越大 一部分对战争持怀疑态度 一部分对战争持敌意 年轻的潜在应征者 大批逃离他们的祖国 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次爆炸的发生 无论纯粹军事层面 还是政治形象 对普京有害无力 时间点微妙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时间点 也很有趣 冬天来了 对污流线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大桥的毁坏 对俄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的确 在寒分将越来越刺骨的时候 削弱和打乱 供应冬季装备的后勤线 会大大的扰乱士兵的士气 对俄方来说 克里米亚相对远离前线 可以作为安全的后方基地 驻扎部队 储备武器系统 增加弹药库存 以及强化为士兵提供食品和营养的 后勤手段 但是在8月和9月 乌克兰已经对这一地区进行了 几次摧毁基地和弹药库的行动 至此 以克里米亚为目标的爆炸行动 正值乌军包围赫尔松 俄军的关键时刻 显然是针对削弱冲突区 南部的整个俄罗斯系统而来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 安德烈主持的药文分析 感谢Fabface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